为什么天龙八部完结后 逍遥派和灵鹫宫的消息完全绝迹了 首先我们先看看逍遥派的武功是什么样子的 童老道 我是你师父乌鸦子九的狮子 乌鸦子倘若不死 今年九十三岁 我比他大了三岁 难道不是九十六岁 虚竹睁大了眼 细看他身形脸色 哪有半点像个九十六岁的老太婆 他微微抬头 向那人瞧去 见他黑须三尺 眉一根斑白 脸如冠玉 恨眉半丝皱纹 年纪鞋已不小 却仍神采飞扬 风度显雅 天童老九十六岁 跟个大姑娘一样 看不出任何九十六岁的样子 乌鸦子九十三岁 头发都是黑的 面如冠玉 没有一丝皱纹 历史上成吉思汗的寿命 也就是六十五岁 而六十五岁这个年纪 对逍遥派的高手来说 真的是太年轻了 还有著名的秦始皇 五十岁死在沙丘 一生求长生而不可得 五十岁的时候 李秋水估计才生下王夫人 李秋水快九十岁了 虚竹看他的长相是四十多岁 那在李秋水六十五岁的时候 估计跟二十多岁差不多 看看小龙女 想要在一百岁的时候 长得跟五十岁一样 需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小龙女此时已过二十岁 只因她自小在古墓中生长 不见阳光 皮肤娇嫩 助颜内功又高 看来到四至十六七岁一般 她在与阳过相遇之前 还有喜怒哀乐 七情六欲最能伤身遂言 她过两年只如常人一年 若她真能遵师父之教 而轻心修炼 不但百年之可期 到了百岁 体力容颜仍不亚于五十岁之人 古墓派要做到 活到百岁 还能像五十岁一样的体力容貌 必须要做到完全的压制情欲 即变成没有情感的活死人 成吉思汗花了老大力气将秋楚姬这老家伙 请来求教长寿延年之术 几至他翻来覆去 总是劝告自己少用兵 少杀人 成吉思汗对秋楚姬非常失望 我让你告诉我怎么样能活得偿 你却让我少杀人 简直岂有此理 而同时 全真教的长寿之法也在于禁欲 天道无清 常与善人 要禁欲 要做好人 才能长寿 由此可见 不论是全真教还是古墓派 长寿之法都在禁欲 可是逍遥派绝不是这样的 拿逍遥三老来说 各个活到八 九十岁都精力旺盛 而且各个私生活都很不禁欲 比如 无牙子早年贪图女色 吃了姐姐想妹妹 李秋水更别说了 面首无数 丁春秋就是其情人之一 同老性格暴力 要杀人还必须亲自出手 谁也不许跟他抢杀人的乐趣 可以说 一般养生之道 在于禁欲得长生 逍遥派就要反其道而行之 纵欲也得长生 所以逍遥派这种门派 使行使皇 成吉思汗不管花多大代价 也渴望得到的 而如果逍遥派在人间人人都知道 那可不得了 所以逍遥派注定必须低调 最好在人间不留名 所以最终逍遥派必定会消失的 因为他们并不是灭亡 而是走向了绝对的低调 那就是自在逍遥 另外逍遥派还有两个特点 也决定了这个门派名头不响 其一就是逍遥派是个精英门派 收徒标准太高 正常状态下 逍遥派收徒都是要求徒弟 有很高基础素质的 包括相貌要极好 头脑要极聪明 还需及时和练武 这样的良才美智其实并不多见 其二就是逍遥派对外讲究保密 外人连逍遥派的名字都没资格听到 康广林道 师叔 你何必不认 逍遥派的名字 若不是本门中人 外人是绝技听不到的 倘若旁人有意或无意的听了去 本门的规矩是力杀无赦 纵使追到天涯海角 也要杀之灭口 这个规矩肯定是很严格的 所以就算有人看到逍遥派的人动武 也不知道这是什么门派的武功 当然了 到了虚竹当逍遥派掌门之后 这些都打破了 不过 虚竹以后也许逍遥派还会坚持保密的原则吧 那么就算是逍遥派存在 江湖上也不会听到逍遥派的消息了 当然就显得绝技了 每日更新 欢迎讨论 请不吝点赞同学